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平 大家好 我是1959年从事评剧职业 到今年2019年整整了60年了 小的时候对评剧的概念不是很深刻 只喜欢唱歌 一个巧合的机会就考入了评剧院 从事了这个工作 我们评剧来源于民间 因为它是从民间成长起来的 从我们的老祖宗程兆才 他是个农民 他为我们写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剧目 比如说现在的杨森姐 华文梅 所以我们评剧是非常接近人民 是一个平民的戏曲 凡是你听得懂普通话的人 你就能听得懂评剧 另外一个评剧 非常接近生活 所以他演了很多反映生活 这方面的戏 观众也是非常爱看的 我觉得退休以后 我生活还是挺充实的 首先吧 机院是我的娘家人 机院里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来尽力 需要我来做的 不都要做 因为你作为传承人 你就要把你的所会的东西传承下去 我是中国评券的演员王平 也是白派的第四代传人 那我是2013年 有幸败在我师父刘坤老师门下 作为他的入室弟子 我觉得作为戏曲员来讲 大概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投得名师 找到属于自己 适合自己的一个流派 然后在这个流派上有所建树 师父在我心目当中 我觉得像我妈妈 觉得师徒之间这个缘分 真的是很奇妙的一种东西 这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吧 而且就是我在生活当中 跟师父有很多生活上的小细节 几乎都一样 我和师父的这种 对于饮食的那种偏好 包括我俩都是左撇子 然后就是因为喜欢唱 所以才走进了这个平均艺术之门 走进来以后才慢慢的才了解 平均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艺术 通过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积累 逐渐逐渐地爱上了这本艺术 是这样的 dentist's very cool to you 都干120 都干10 P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